又有台风恐怕会影响到台湾 基隆市议员施伟正相当担心 因为民众向他反映 在中山区中平街 有一处老旧的黎明活动中心 屋檐已经明显塌方 万一台风或是大风雨侵袭 恐怕会有立即的危险 因此施伟正会看后 要求市政府要重视 尽快妥善处理 维护附近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像这样有立即危险的 过去早期的黎明活动中心 市政府应该要立刻查报 立即处理 如果再来一个天灾 我想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垂挂在这里的 挡风挡雨的浪板 以及这些铁缸铁柱 已经生锈不堪使用 如果遇到一个大的风灾 将会被削弱下来 到时候如果打到人或车 请问一下谁要负责 这里要拜托基隆市政府 尽快地将这些 早期在使用的黎明活动中心 如果已经废弃了 是不是应该要将周边的设施 一并撤除 而不是让它继续这样放着荒废 造成黎明之间心里面的梦魇 市议员施伟正初步推断 这间老旧的中和黎明活动中心 应该是早期依照租用的形式存留下来 里面还有包括字幕机感应灯和灭火器等设备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至于听你们家家里面的希望